大家好 接着听这位姑奶奶聊天 真神 他一天能多次往返香港跟深圳 往返多次都没事 后来这种现象就严重了 他就给改了 那会儿他们什么带货的 又把人家那里头什么都给人家买光了 香港就那会儿 然后你说那时候都跑人家 后来不是也抓了吗 人家叫挤飞挤飞的说都跑上香港那生孩子去 哎呦人家你说那香港弹丸之地 那医院那超市都记忆叉叉都有限 人家香港人生孩子都没地儿 看病你想他医疗资源多有限 又那时候就可有矛盾了 后来不是就改进了吗 那时候香港人真的就是特别讨厌 就那时候我住的 我在那住的时候就是没限制 又香港人可讨厌大陆人 而且你看你没感觉吗 就这金龙鱼 你先甭说这健康就这口感上 你不觉得那金龙鱼有一种腥味什么 就炒菜不腥 就没有人家这卤花 你看他要是像啊 现在这么说 也没准夹什么东西了也不知道 你要就像不像我这样注重口感的人 还真离不开就这个 那你说知道不健康 但也没折它好吃啊 那个刀头 是啊 哎呦老陈就是这个吧 你那个自己的适合什么 我现在我一直这十多年了 十来年了吧 就一直用日本的那个洗头水 然后就挺好 从来就是那个头皮也不痒 原来就用咱们国内出 就是那时候出什么用什么 又怎么都不行 然后那头发跟草似的那会儿 哎就用了这个 就反正你根据你发质用什么 鬼 哎呀这一说呀 你看这个有有 我得有三年没去香港了吧 三可能都不止了 有两年没去日本了 这家里的存货呀真不多 哎那会儿一去哎呦回来 有那大箱子满满的都装满了 人家哪儿的东西我跟你说 尤其日本的就是好 你看那个 我用了十几年 十几年的那个日本牙膏 你看原来用国产的牙膏 你看那做广告 做的花上这种 什么事 哎你怎么刷 哎牙银就出血 哎自从认识 就是用上日本那个牙膏了哈 就是那个什么 哎从来你怎么刷牙 都日就这个都不在流血 哎再再配上人家 那个日本那个牙刷 什么树口水 以前哈就是我以前吧 我连树口水都从日本拿回来 后来是不行了 太沉了 你有限的空间 我还得带点别的回来 后来就忍痛放弃这个了 哎呦你说就那时候那个 就什么呃 什么化妆品了 洗脸的什么这些 就这几单了 还有各种药 就我妈妈用的那个 什么止疼的 什么氧味的 什么这那的 还有啊 就是最牛的 就是我每次呢 去都买好几十个 就日本那个 就蚊子咬了 原来我特招蚊子 还有就那种防蚊子 喷的那种呢 你喷上出去 真真蚊子绝对不咬你 然后比如蚊子 万一咬了那叫 吴比迪的那个哈尼姆 上的哎呦 凉丝丝的 哎绝对不痒 又不起包 每次那时候 我都买好几十个 回来送人 这回家里头也没有了 你要两年没去了 还有就是那种各种糕呀 就是你要不是这儿疼那儿疼呢 我也我也用 我妈妈也用 朋友也用 每次买好多糕呀 尤其他那有特价的 什么凉糕呀 热糕呀 什么这贴着 各种功效的 反正那个 我就常买那几种 我也能看懂了 特别特别好 你看那国 实际人家那上都写着 汉方 就是人家那 你看咱们国产那糕呀 你一贴 贴一天看操我第二天 就肯定那皮皮肤就开始烂了 就我我也加上我有点敏感啊 哎你看就同样我这皮肤吧 你就贴日本糕 你就贴的好 你贴十天啊 也没事 哎你说这不是明显的 就是对比在这儿 哎呦就是反正 哎呦这一说吧 这什么时候能解禁呢 又该去采购去了 哎呀就你们那加拿大那边 你就闭着眼吃吧 都那个都比国内的强 你还是这下学这下学那用不着 你在那个地儿 你回国你住一点就行了 你在那边 你们就闭着眼吃 完全都可以安全放心 哎你看哈人家一个日本 还有那个韩国 人家都把你那个中医 韩国那儿人家也挺崇尚 这个中药的 人家也给你开发的特别好 哎就是你说要想起来多痛心呀 多难受 哎就是你 你反而在中国 你看现在这中医中药成什么了 哎就别说了 反正咱也你说咱们 你说能做什么 你什么也做不了 那你要说 那我肯定给家人 就甭说给自己了 给家人用 那肯定咱用最买好的 是不是 那肯定买放心 你看我妈都那么大年纪 我能给我妈用国产的吗 我肯定到那儿 这个没有比较 就是没有间别 他是说回北京 哎老陈你看啊 就好多年前 人你就说哈 说上日本 这个中国游客上日本旅游 一人扛一电饭锅回来 买一马桶罐回来 那时候咱还嘲笑 就我不知道你 那时候我还说 我说哎呦 我说你说 就连这个你也上那边买去干嘛 哎我跟你说 后来买用的实践证明 哎真不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你上那边你买的那个电饭锅 日本的用那个啊 焖出那饭就真的 我跟你说你看 咱们这买的所有的电饭锅 你焖出那米饭 就都不如人家那好吃 而且你看那马桶盖 你虽然说就是他日本那个 他也有的是啊 在什么宁波那边加工的 哎但是你就跟宁波 就当地另外品牌呢 他就是不一样 功能就是不一样 要不然你说人家那么多人都傻呀 人家都跑 哎背电饭锅回来 背马桶盖回来 是不是 那肯定就是 那是有好坏之分 是不是 这也不赖人 原来我还嘲笑人家 我说你真是的 没得买了 买马桶盖 哎真不一样 哎呀老陈啊 你这一说吧 受个打击 你看日本现在这样 而且你看也出不去 而你知道吧 更让我难受的是什么 昨天前那一香港朋友 我们打电话说的 说的我心里挺难的 香港也去不了了 你看现在香港这样 也去不了 就去了啊 说最近 说现在呀 香港物价飞涨 就现在啊 就那个 后来我也没 没多说 现在反正 也去不了了 反正说的我心里 挺难受的 你看原来 为什么去香港 买东西 一个是那的也好 而且他那不也是 你看那就是 当时去香港 也能买到 什么日本 他那个有的 也不比在日本买贵 而且有的东西 我甚至觉得吧 在香港买一个东西 我没记准 哎 我相反 我觉得那时候有的 要什么的 比那个在日本买 还便宜呢 我觉得那时候 而且他那个地儿 不是这我不懂 说都全部免税 比如说现在也不行了 说香港东西贵着呢 而且后来啊 就大陆人多了以后 香港也有假货了 这我知道 你妈妈 你一年要换个马桶盖呢 不至于吧 那个 那个 那 那时候陪着我妈 我妈去干洗完送 差不多两块豆腐 十四块 那个港币 咱们在加拿大 差不多两碗 就是那种豆腐嘛 一半的豆腐 可能没有 对 将近有十块 没有十块 也有八块吧 那才两块加币 当时 加币比港币还高嘛 一比七吧 反正当时挺搞笑的 而且当时我那个 我挺爱 我爱喝咖啡 什么吃这种cheese cake 在香港当时 麦当劳的cheese cake 也不便宜了 差不多三 但是上给吗 上 还是那种on sell 就是那种promote 就是它那种有discount的那种便宜的 如果原价的话可能45块钱左右吧 然后 30多加币 35加币差不多5块钱吧 就真的是比加拿大都不便宜了 它正价 正价应该是 差不多 差不多便宜了 都是便宜的 还有香港都是便宜的 但是要过于 一个 一个在加拿大加币 都是一元的价钱的 那么 人工都是没有加拿大这么高的 我那个时候在香港走 一打黑工嘛 跟我那老板要那价钱 怎么着也得给我按着那个 加币最低工资版 别给我低着 加币最低工资 就算 那个我那个老板是西人嘛 他是老外 是在 在那个香港的 其实是我邻居给介绍的 他一个朋友就是做生意 在香港的老外 无外乎就两种人 要么就是旅游的 要么就是商人 他们就是商人的 地道的商人 哎呀 就这个加拿大 你要食品的物价 一直就比香港低多了 你看那会儿吧 香港的物价吧 最贵的就是食品的 你看他有的 哎你看他 你看我在那住 我在体会什么呀 就比如进口的东西 就比如水果啊 他从哪儿各地进口 就进口的东西 他反而便宜 他那免税 但是就有的菜 你看那时候我们住 香港渔景湾的时候 哎呦 你看我那姐妹 不是北京人 就老想吃点韭菜馅儿 饺子什么 哎呦 就吃一顿韭菜饺子吧 你得一大早 带着那保姆姆俩俩 赶紧 开着他们那小车 那渔景湾 不让那种机动车 就那个高尔夫 求车 就开那 他会开我会开 我们就赶紧的上那超市里头 抢韭菜去 哎就这么一个想搁里搁 他那个电饭锅呀 那闷的米饭就是好吃 同样的米都会 就是吃的不一样 那个我也是笑话人家 喝了我也背了 这第一次去笑话人家 再去两次 你也不笑话了 你也是背货的人了 他那韭菜啊 一小把 绝不超过十根 就是 哎 你就 就是 就这巨贵 就那十根韭菜吧 就得好几十港币 反正那会儿 吃一顿韭菜馅儿 饺子的韭菜 就得 300港币好像都打不住 你想那个 造成多高啊 你看他那个鱼 哎 他有的鱼便宜 就有的 也不叫什么什么 仓 三四百港币一斤呢 因为我说这鱼 就算下来 买一条鱼 就得千把港币 哎他那东西 食品是特别贵 哎但是吧 你他什么便宜啊 就像什么酒啊 什么呢 我记得那 我们住鱼井吧 哎呦他那个 大超市的那酒啊 好多种 哎呦特别便宜 就他那进口国外的那种酒 好多我都不认 我老子 跟着你呢 看那酒 但是他那什么酒 嗯嗯 嗯 嗯 很贵的 挺贵的 那边 北角离中間比较近 香水比较近嘛 他就 嗯 那个那个 鱼井的那边 我给你 我给你打开 以后他们的 也挺该的 就是挺贵的嘛 在在在那个 大街的后面 一个小巷吧 挺贵的 真的是 当时我挺惊讶的 14块钱 才拧回两块豆腐 同样的价格呢 加拿大 买个十块八块 没没问题 这边叫铁桶豆腐 那真的是足够了 他那个国产 就比如北京二锅头吧 他那也有卖的 你说二锅头在北京 就是不是特好的 那种二锅头 在北京就几块钱一瓶嘛 有那种 因为咱也不喝二锅头啊 就是那种 我觉得可能在北京 就几块钱嘛 十来块的那种 到那就卖好几百 他那反正 不过总体来说吧 那时候我倒没觉得 香港那贵 就是因为你看 那时候你跟人民币比起来 他不是还有一个 我那时候在那住的时候是 就等于打一八折嘛 你要是 八十 八十人民币 那时候换一百百米 现在可能高了 现在可能 因为这几年 我也没去 现在怎么换 我也忘了 也不知道 反正那时候去的时候 三年前去的时候 就不是 好像不是八折 就高了 比如说这个人心坏了 陈老师 你说太对了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 就像我妈说 都是这些人心坏的人 把中国给搞乱了 搞坏了 把中国搞 搅黄了 对我妈说 这些人心坏的这些人 把中国给搅黄了 你知道吗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这么好的国家 给搅黄搅乱 其实这一帮人 也搞坏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 陈老师 所以我现在一个 我觉得你这今天 这个话题挺好的 比如我妈 和你这话题特别好 我就是把这些坏人 他们给收拾了 中国就变得 就越来越好了 你不觉得吗 你产品出去的也好了 那人家对你的坏的印象 就没有了 没错 香港人可欺牲了 就是那个什么 也难怪 其实也就是老在那 我有点理解人 尤其就对大陆人 那种态度 我有点理解 这倒不是说 替着人去说话 可逗了 就我那个 就等于我的解 香港一直去不了 一直不让你去 我跟你讲吧 控制很严的香港 因为怕乱 它有两个意图 两个意思 一个是疫情 再就是怕乱 香港不能再乱了 我跟你说 就怕那些人 搞事的人去那捣乱去 对 香港人牺牲他是有道理的 因为很多大陆人到那边 就像在北京一样 外地人很 我这边有一个天津的领域 特别直落鼻子跟我说 我就恨你们北京人 可能就是因为 他在北京大街上出口谈 被人家发5块钱 他就不高兴了 什么上个车 背个大包 让他那个加个票钱 他也不高兴了 所以他为这个恨我 你看像在香港 他那个 就是你如果是过马路等那红绿灯 基本上都是什么阿差 和这个咱们大陆同胞们 他闯红灯 然后警察逮着就罚 而且罚还挺狠 都好几百块钱了 所以这个 所以而且你在公众场所 大声喧哗之类的 可能挺照人家反感的 所以人家原本良好的环境 过去又给人家捣乱 所以人家瞧不起你 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加拿大这边还有一个 就我们这边多么多 有个叫J-Town 就是J-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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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里面好几个什么 有那个日本的超市啊 餐馆啊 还卖这些日本的电器啊 甚至杂誌都有 反正是挺有意思的 我那几个朋友都是在 我是属于在日本公司工作过 我那个朋友就是日本公司工作 然后日本就是出差呀 干活了好几年 有的人甚至拿到这个日本身份的 然后最后还是落地到加拿大来了 哎呦 其实来说香港那个 这个吃还是挺好的 到处都能找到吃的 各种各种价位都有 但是这几年我感觉 这香港的这个 那个吃的不以前好吃了 跟八几年比的话 现在香港简直的那个质量 就是一跳水 可以用渣的那个方式来行动 比如说它一些糖水店啊 它那个主人家都是东北的大姐了 所以它能做出来 做出来好到哪儿去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我长了那么回事吧 是啊我是北京的北京生北京大的 谁听谁讲的 但是差不多二十几年都没有讲过的 没有人跟我谈的 这里都是讲英文的 这边多伦多他讲的这个粤语 好多都类似那种广东香港人 讲的和那个香港的粤语不太一样 真正遇到香港人其实也不多 真的是挺少的 而且他有一些老一代的这边的华人 他有人说台山话的 有人说客家话的 我俩人一摸黑全听不懂 然后我妈妈是基本上 广东的这些各地的方言 他都能说甚至福建话 哎呦我的老娘 她的朋友一来找 我真的没法照顾 我能听懂个百分之二十 连猜带蒙 十斤的猜 十斤的蒙 那台山话我真听不懂 可能能猜个百分之十二十 顶天了 哎呦我的老天 这把我给累坏了 没错没错 我对乡客最留恋的吧 就是香港的吃 哎呦太好吃了 哎就是吃什么都特好吃啊 就是那都是我爱吃 因为我就爱吃那个 就是你看 你看就是在北京吧 不是在北京也没有那么好的 就比如你要在深圳什么的 我就特别爱吃 不爱吃那种大餐什么的 其实那种大餐都差不多 就是爱吃他那个早茶 午茶的 就是那种茶餐厅 早茶我基本上都吃不着 我都中午才起呢 就凑我能吃人一午茶 又太好吃了 真好吃 就是可爱吃他们那个了 什么就是他那唯独的吧 就是缺点就是什么 你看就除了那些大酒楼啊 比如你说那种什么店 就是这个店的环境 你要跟比如像北京什么这种这一笔 差不多20年前 这个加拿大好像还是 那个以说粤语的这个华人为主 但是他这说粤语的里面 大部分还有一些是原来修铁路的 华工的这个后代 所以他们说的大部分是台商吧 不是那种真正的粤语 就跟那个宝华路西约差的很远 就是就餐环境就是有点 有点也不算惨吧 反正就是都集集叉叉 因为他那儿地儿小嘛 你看就是那甜品店里头 哎呦你要大胖子都坐不下 就是哎你看也加上香港人 那都是小瘦人什么那种的 人家桌子也小 椅子也小 地方也小 就是这个我有点不适应 但是呢 人家那个内容 反正你到那儿又不是吃人家桌子 砍人家板凳去了 就也凑合着呗 反正就是人家那个内容就好就行 而且那个香港那个食物也非常安全 反正在我来听你这个 哎你看我原来 我就是语言能力特别差 就是你看我我我我我 我是实际我十年前吧 就我累计 那时候不是我也得持那个港澳通行证吗 又就可麻烦了 哎所以你在那边就尤其我住余景湾的时候 你看跟北京签一个港澳通行证 不是14天吗 然后第七天头上 我就得啊从余景湾先坐船 坐还得坐40分钟吧 那船 他们当时24小时都有啊 坐船坐着中环 中环搭第一次到鸿坎火车站 然后坐了那个车到那个 呃我一般我都在洛马州 呃出去出去盖一张三 你看那个香 然后你想就这个就多半天了吧 就折闹就为那两张 然后而且你看那个香港哈 你看我觉得是就是比如你看你比美国比日本比加拿大 最南黑的地方 就以前好多这种 你在那吧 这个你真的黑不住 这个他们太严格了 你看那时候我记不住哈 就他们帮我记着 哎特别严格的 就到那天到七天的时候 我一定得照着这个折腾一回 然后呢七天 然后这不就回去了吗 等着到14天的时候 我就得彻底出去了 从那个关口洛马州呢 我就出去了 就到深圳 然后去我那闺蜜家里住下 把我的港澳通情证寄回北京我儿子 那一般都是三天就打一来回 又给我寄回香港 就我再按着这程 哎你说我这个累计两三年 我得折腾多少回呀 哎完了有两 哎特造 然后不是走到香港这边 你进了这个这叫边检这边吧 然后这香港那个大眼不登的那个人 踏着我搬手指的 哎我吧 从上就不识数 你看我要干嘛我都搬手指的 说哎呦 一般的情况 尤其你看那男的 还有搬手指的 哎他拿着我那个 拿着我那通行证吧 他冲着我就这么一二三 哎他可能怀疑我超期了 你知道吧 然后搬了好几遍 哎你想咱北京人不就开玩笑吗 而且我也挺生气的 你想大夏天的 我这折腾 哎我说嗨 我说手指的够用吗 不用把那个袜子脱了吧 你看一般啊 像北京人咱就都挺懂 我跟你开玩笑 因为他立刻不数了 他一听我说的话 然后他大眼睛 又那人那大牛眼睛似的 瞪着我 看了我足足有好几十秒钟 然后他问我 他说脱了袜子做什么 特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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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怀疑我超期了 他可能怀疑我超期了 你知道吧 然后掰了好几遍 哎你想咱北京人 不就爱开玩笑吗 而且我也挺生气的 你想大夏天的 我这儿折腾 哎我说嗨 我说手指的够用吗 不用把那个袜子脱了吧 你看一般啊 像北京人 咱就都挺懂 我跟开玩笑 因为他立刻不数了 他一听我说的话 然后他大眼睛 又那人那大牛眼睛似的 瞪着我 看了我足足有好几十秒钟 然后他问我 他说脱了袜子做什么